期末口的最後一天 Let's go 這一個 這一個是今天的 所有的考試的內容 然後今天總共是 考了三個科目 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非常喜歡的 把考試內容 留到最後一天 這個學期的最後一天 然後考到 晚上的9點 然後現在呢 考完了第一顆 準備第二顆 最後一顆 OK 剛剛考完英文 等一下就是 最後一個考試 然後最後一個考試 開始時間是 晚上七點 然後現在是將近下午十點 還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趁著這個空檔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我頭上的這個 新的 就是 之前有一集 我新的這個燈罩 然後 現在 加了這麼一個 橫向的這個指甲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使光源在 正上方 然後 這樣子對於環境的這個 污染就會 更加的小 那麼現在 因為是白天的關係 所以 這個 窗簾 就是這背後還是 有這麼一點亮 所以 等到晚上的話 應該就會好 非常非常多 然後正在 正上方的光源的話 這個看起來就是 這個樣子 就不會 再像之前 有這麼奇怪的感覺了 大概會在之後的 一兩集之內 會把 這個 整個 拍攝的 環境 整理好 現在這個 環境 這是 我的房間 我希望把它導露成 一個工作室的感覺 會有一個 提前透露一下 會有一個 就是我的工作區域 我的電腦 然後編輯影片的地方 然後會有一個區域是 用來拍攝影片 跟做其他事情的 這個燈 加上 我 最近剛買了一張 新的桌子 不過現在還沒到 就是在最近呢 投入了 比較多的資金去 買這些 可能拍攝上面需要的 或者是 工作室上面需要的 就是 花了蠻多的 花了蠻大一筆錢去 準備這個 VLOG 第三季的內容 沒錯 第三集 呃 就是我的VLOG 即將拍到 第一百集了 呃 那麼 我就打算把這 第一百集呢 當做第二季的 最後一季 然後 呃 之後的 影片就 正式賣入第三季 第三季呢 會跟 第二季 在內容上面會更加豐富一點 因為 終於 我的社團幹部 生涯就要結束了 然後 再加上 暑假的到來 我就會有 很多很多的時間去 呃 拍攝影片 拍攝VLOG 拍攝 呃 攝影有關的內容 然後 我 會再更加的 投入 到這個 影片的創作 呃 目前 呃 就透露到這邊 有 現在已經有很多 拍攝的計畫都已經 就是大部分都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只要 呃 等到時間得到了 現在 就 準備等會的考試 考完之後 這個學期 就結束了 跟你們 打uldade 除了 所以 我們 之後